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水箱的事 感应器插头松了 我问你这风扇不转了 怎么突然就坏在这儿了 我怎么知道啊 以后再有这种事 给沈博打电话了 我就是想知道你会不会来救我 晓晓 都不是小孩了 还玩这小把戏 李卓人 李卓人用股份换琉璃钻这事 之前你一点没听到风筝 完全没有 他只让老板开幕酒会办得越隆重越好 其他的什么都没说 你说这人的偿辅 真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深吗 那得看 有没有这个潜质 咱们董事长在这方面 肯定是有天赋的 他既然肯抛出这么大的诱饵 要钓的那条鱼也小不了啊 可为什么一定要琉璃钻呢 得到琉璃钻能怎么样 当年唐老师就是因为 研发出这项技术 而奠定了东城的龙头地位 可是现在大环境不一样了 琉璃钻的技术 已经不足以汉东市场 而且随着唐婉容 退出珠宝界 这项技术就已经跟着消失了 你说李卓然为什么要拿股份 来换取一项已经 已经消失的专利呢 难不成 难不成唐婉容 把这项技术交给过什么人 老大 出事了 刚才把门东呢 到办公室来闹事 据说呢 打伤了两个员工 现在王婉东呢 被带了公安局 那两个受伤的 送到了医院了 谁受伤了 是顾青年 还有 张得重吗 具体情况呢 我还不太清楚 你刚才说还有谁 好像 好像是我们财务部的一个 新员工叫 叫杰克 他们现在正在人民医院 出什么事了 王婉东来闹事 打伤了顾青年 我去医院看看 我跟你一块儿去 医生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初步检查没什么大问题 但病人伤的毕竟是后脑 还需要助颜观察几天 如果陪护人员发现病人 有悬晕或者呕吐的症状的话 及时通知到护士站就可以了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好 没事吧 这个一天三次对吗 对 放后服用 放后服用 好 好 那医生 胎儿有 好 谢谢 你醒啦 你怎么样 感觉 头都要是晕 让我坐一下 你别动 我来 怎么样 再高点 好 好了 好了 你别动 我来 把我给扶好 又能见着你真好 你真好 说的好像见不到似的 喝点水 你知道 我后脑勺一凉那下 我心里就想着 忘了 我怕我再也见不着你了 我就琢磨着 那以后他怎么办呀 谁帮他查材料 谁给他买吃的呀 谁替他挨板转的 你怎么办 林哲 说我对不起你 欣雅 你不用说对不起 我知道 你有你的事还没做完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 今晚急诊收治的病人 有个叫 顾星年和林哲的吗 请稍等 我帮您查一下 查到一位叫林哲的患者 已经从急诊转到病房去了 几号病吗 619 欣雅 我 只想让你知道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谢谢你 谢谢你 为我做的这一切 但是我不能那么自私 想要我幸福一久拍拍手 林总 喂 孟总监 林总啊 没事吧 没事 林总 孟总监 谢谢你们来看我 医生说了 我这两天检查完就帮我轰走了 小顾没事吧 我没事 是啊 就是林哲 我们家文文离开公司的时候 正好遇到了王婉东发酒疯 他就拿了一块砖头 击中了林哲的后脑 医生说就是皮外伤 但是呢还是要在医院观察两天 这个王婉东实在太恶劣了 一会儿我到派出所去 让他们从众处理 王总监郁闷 借酒交愁发泄一下 我觉得我这脑袋被敲了一下吧 反而比之前更好使了 听你能这么说 我们就放心了 行了 你们俩没什么大事就行了 林哲要在医院里多躺两天 小顾回家休息 一会儿去趟派出所 看看王婉东 然后我明天 把这儿的情况 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好 行 你们回家吧 我跟林哲聊点事 欣言 你先回去吧 我难得跟大博士亲密接触一下 那行 那你注意身体啊 林哲好好养着啊 谢谢我明天 来 我觉得很对不起林哲 她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给她回应 我真的没有心思去考虑感情的事 跟林总一样 我也想选一 你都听着 不是 瞧你刚才那怂样 你是不知道前情提要 我昏迷前鼓起勇气 跟公鞋言表白了 管她愿不愿意做女朋友 她拒绝了 没有 但二续拒绝让人更难过 她什么也没说 我能感觉到她特别为难 所以你就怂了 我那时候不想让她难受 行了 打起点精神来吧 她既然没拒绝你 就说明你还有希望 我也这么觉着 帅哥 我发现在感情这事上 咱俩好像突然没有代沟了 别拼了 赶紧睡觉吧 我又想起来 小时候你哄我睡觉那会儿了 哥 从小多大 你有没有觉得 有时候就是你的一小拖油瓶啊 有的时候吧 有这种感觉 比如说 我怎么哄你睡觉你也不睡 给你买台电脑你给拆了 然后你跟我赌气保二考试 每当这个时候 我都想跟你揣回妈肚子里去 而有的时候吧 我又特别感谢爸妈 感谢他们在中年的时候 又意外地怀了你 为什么呀 你让我在这世界上有了牵挂 有了亲情 所以我不光要感谢咱爸咱妈 我还得感谢你 哥 你咋这么煽情呢 行了 我不说这个 王稳东为什么要纠缠你啊 他吃装修款的事 被我悄悄捅到李庄然那儿了 包袱 怪不得最近他要被停滞呢 哥 这事你就甭操心了 我自己能处理 还有 还有就是 还有什么 我仍然虽然拒绝了我爸 但是我还是爱他 你以后能不能就 就别为难他了呗 哥 你答应我一次呗 好 我答应你 还是我亲哥好 我也感谢咱爸咱妈 让我游了你这个哥 这 这都流血了这 这摔得不轻啊 这摔得不轻啊 你是太单纯了吧你 摔也都摔成这样 我听说昨天都启动安保系统 这么严重 这么严重 哎 你们在聊什么呢 你来了 啊 没 没什么 就是 你昨天下班溜太快了 在公司门口 差点出人命 人命 谁的人命啊 你的小鲜肉呗 杰奇啊 聊聊对于这个作品的看法吧 嗯 这个结构的话 对稳定性要求特别高 而且如果是这么大的钻的话 火彩和进度要求也挺高的 但我觉得设计还挺好看的 进来 顾兴颜的外卖到了 哎 哎 你怎么从医院跑出来呢你 兄弟 你也太拼了吧 啊 都磕成这样了 还送外卖呢 哎 不能耽误 给我的女神送饭啊 你别闹 医生不是说了吗 你还要在医院再多躺两天 你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啊 杰奇 你头上的伤 没事吧 没事啊 嗯 不是哎 就带两瓶啊 给你 说正事啊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赶紧跟我们讲讲 就是我为了保护我的女神 光耗复杀 但是享受 不要紧 先生啊 没事 哎 哎 小青 咱们不理他为了 林哲先生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请把时间地点 人物时间通通讲清楚快 为什么每次都是顾兴颜 为什么每次都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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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所有的注意力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我的天 这么精彩的晚上 我太生气 我昨天为什么不在现场 还精彩呢 还好没有出什么大事 你们两个信不信 昨日咱们的酒会 肯定刺激了那个王安东 嗯 对了 我一直在琢磨 董事长为什么突然在酒会上 宣布 拿股份收购琉璃钻这事啊 琉璃钻 是十五年前 唐宛容发明的一项专利切割技术 我想董事长 他突然想要这门手艺 应该不是心血来潮 他应该是想要通过琉璃钻 找到背后更加重要的东西吧 那比如呢 比如琉璃钻的传人 不对啊 琉璃钻也没有什么传人啊 唐总都没有传人 不然你想这技术也不会消失这么多年了 董事长应该也是很想知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 所以才会放这么大的一个鱼儿 等着鱼儿上钩吧 但是仔细想想这个事 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记得董事长昨天说什么吗 如果这个手艺真的找到了 就会咱们使用 老师 顾下来传人 孙老师 顾经理 请坐 谢谢 喝杯茶 不用了 今天过来还真的 有件事情需要麻烦您 我是你们公司的那个名誉顾问 顾问费一直拿着 也没真做啥事 他们上帮忙 直说 琉璃钻的工艺 您一定知道吧 如果我说我可以把琉璃钻的工艺给您 您愿意接受吗 不是 顾经理 你年轻轻的少年得志 说话要小心谨慎 不能胡言乱语哦 琉璃钻 但是 她是唐婉荣的专利手艺 宋老师 虽然说咱们俩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是应该也算得上是可以谈心地望您之交吧 您觉得我是那种胡言乱语的人吗 我宁可觉得你不是胡言乱语 但是我首先想问你一下 我听说 你们公司李董事长已经放话了 如果有谁能找寻到失传的那个琉璃钻 他宁可用公司百分之二的股份来换有这事吧 这就是我今天来找您的目的 如果说 我把琉璃钻的工艺交给您 我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 您要帮我拿到李卓然给出的百分之二的股份 替我代持 可以吗 我没什么不跟你在这事儿 事儿发生得太快了 我想想看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琉璃钻的手艺给我 没错 而我把那个百分之二的你们公司股份给你 没错 好 小丫头 做任何事情不能空口无凭 你要让我相信你的话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是不是得 先拿出点本事来 那借您一颗已经起过伴的钻石 让我拥有 没问题 请 老师 还不能看 合理 合理 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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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心灵你记住了啊 每次一定要多次少量的打磨 这样才会更精准 你看 这每一个半面 它的位置和角度 都是经过科学计算的 所以一定要细心 来 你看 我们拿这个看 对了 妈妈刚才教你的步骤 你都记得吗 妈妈 这颗钻石的火彩好像会动 一闪一闪的像魔术一样 没错 心灵你记住了啊 中国钻石记忆 都是从这一小小颗钻石开始 时间给煤炭的定义是钻石 大海给贝壳的魔力是珍珠 所以啊 钻石就跟做人一样 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洗礼 和岁月的魔力 才能够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懂咯 懂咯 好 请您品评 这 真的是溜迪算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顾经理 之前我对你所有说出来的 怀疑你的话 我是李 我想跟你学 不管你提出任何条件 我都答应你 没问题 但是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 那就是 我教您琉璃钻手艺的事情 无论如何 您都不能告诉别人 还有这个工艺 一定不能传给别人 好吗 这很自然 我当然答应你 但是 我也想提出一个疑问 这个琉璃钻 这个手艺你是怎么得来的 还有已故的唐宛容女士 跟你 有没有什么关系 宋老师 对不起 您的这些疑问 我现在恐怕没有办法回复您 但是我答应您 等以后 方便了的话 我一定会把所有的故事 都说给您听的 明白明白 我会很有耐心地等到那一天 王总监 杰克 怎么样 您脑袋没事了吧 没事了 那天我喝醉了 不好意思啊 都过去了 我来是想告诉你 以后别再找新年麻烦了 不新年 杰克 你应该还记得 是我把你招进公司的吧 怎么 现在翅膀硬了 你跟顾欣妍什么关系 这么护着她 王总监 我当然记得 是你把我招进公司的 我呢也非常感谢 我作为小白的时候 你给我的指导 但是我实在对你做的一些事 无法认同 当然认不认同也不重要了 至于我跟欣妍什么关系 那是我自己的事 也不重要 我只想告诉你 别再找她麻烦了 如果我不答应她 这是你跟包经理的转账记录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我保证 东晨的每一个董事和工作人员 都会收到 检察院 预防植物犯罪科的工作人员 也会收到 备份还有很多 你自己考虑清楚 我叫宋诚 我想见你们董事长 请问有预约吗 没有 麻烦你赶紧通知李卓然 就说我要见她 对不起 如果没有预约的话是 林助理 什么事 这位先生他非要见董事长 找我们董事长什么事 预约了吗 没有 是李 但是我来见他也是临时动议的 你就告诉他琉璃篆在我手里 宋老 好久不见 对 来 过来坐 听说 你愿意拿琉璃篆 换百分之二的东晨的股份 有这事吗 确实有这事 琉璃篆 做出来了 那股份的事情去看 李董事长能不能尽快兑现吧 宋老 真的是你做的吗 真不真假不假你们公司有专家 请他验一下就知道了 我也不会轻易砸自己招牌嘛 但是话说回来的 李董事长 你现在如果后悔还来得及 宋老别生气嘛 我说的话当然算数 就算这颗钻石是宋老拿来的 走走流程还是要验一下的 李董 拿去验一下 尽快 是 董事长 进来 劳意结合 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 谢谢 一直以来都是你对我这么好 为了我做这个做那个 我却什么都没有为你做 我感觉还是挺内疚的 不会啊 只要你每天开心快乐 就是你为我做的最好的事了 他有 有些感情呢 它不一样 最起码说 在我还没有完成我的人生宿愿之前 我根本没有精力去思考这些个人问题 你的宿愿是不是跟东晨有关 我觉得你对东晨有一种执念 欣妍 我在网络上能查到很多资料 但是关于你的一切 我都不会去查 我等你亲口告诉我 而且我还想告诉你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支持你 谢谢 虽然说我没有办法回应你想要的那种感情 但是你知道的 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亲人 你就是我的亲人 你也是我的亲人 你也是我的亲人啊 我们这个硬件先升级软件慢慢来呗 对了 那个陶六琪的油盘怎么样了 还有一个加密文件没有破解 我会再加把劲 有了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 好 那你快点喝啊 等会咖啡就凉了 好 宋老是不是还对钱现在的事更高于坏啊 其实我也是不得已 企业要利润 董事会要业绩 那个产品没法做到量产 所以为了利润 你就可以不顾合约 不顾行业操守 把我的信用跟名誉都搭进去了 宋老啊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你我现在不又坐在一起喝茶了吗 你 你 你留着自己喝吧 宋老啊 能说一下这颗琉璃钻的来历吗 来历就是 我终于把它做出来了 但这种技术 自从唐婉容退出珠宝界之后 消失了整整十几年 怎么会那么凑巧在这个时间出现呢 你分股力嘛 冬晨百分之二的股份到底值多少钱我不知道 但对我来讲呢 聊胜于无吧 宋老 咱们两个就别绕丸子了 你虽然在打磨手艺上高人一等 但要说你有琉璃钻这手艺 而藏了十几年不露一手 这我还真不信 是不是背后有高人之点 要说高人吗 还真有一位 而且还是你认识的人 谁呀 唐婉容 唐婉容 没想起来吧 十几年前 在技术上她指点过我 当时其实我只学了个皮毛 可是自从听说你愿意把百分之二的股份 拿来换它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反正我就是突然我就开悟了 这大概就是金钱的魅力吧 董事长 验过了 怎么样 难得一见的琉璃钻 好 我们法务部近期会拟好独家授权合同 你看什么时候过来签一下吧 独家 我这个专利只卖给授权 没想要卖独家呀 宋老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你发布消息的时候 有时候卖给独家吗 那么开玩笑的是你还是我呀 这玩笑开得不小哦 好 好 但我要二十年的授权 其余的授权分不能超过两家 每家不能多于十年 这 这些都没问题 好 一言为定 好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订为 总送了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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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老 您慢走 谢谢 已经跟李卓然谈妥 一切按计划进行 谢谢宋老师 不客气 一位 在收集部吧 这就是我嘛 我说 这董事长啊 刚把布稿发出去 琉璃钻就出现了 神不神 我就问你们是谁不神 神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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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是谁拿出了这琉璃钻 那谁那么知道啊 这个真不知道 谁那么知道 这唐总的女儿一直失踪 她这刚出现 这琉璃钻就回来了 我看八成跟她有关系 对 对 对 你合了吧 这董事长的女儿要是回来 她怎么可能会在乎 这区区百分之二的股份呢 是 也是 那有 聊什么呢 准备 慌总 您好 慌总 您好 各位聊什么呢 没什么 我们没聊什么 就是啊 微博呢 有咱们公司的热门消息 对 什么消息啊 都上微博了 何解微博啊 这明天啊估计就头条了 你看看 这个标题 多吸引人哪 你怎么会提前知道啊 你别忘了 沈博的消息也很灵通 要有琉璃钻这是个幌子 李竹然背后 一定有其他的目的 最近 你多留心点她的行动啊 行 我知道了 行 我知道了 行 我知道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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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 好 我路过这儿正好看着你赛 整个东晨都被琉璃钻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的 就你这儿清静啊 我一向对八卦不怎么感兴趣嘛 你对董事长这次的大手笔 怎么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更何况董事长 还是抛出了这么货真价实的股份呢 好 我想你应该知道 以李卓然的性格 这次隔了这么大一块肉 一定会加倍捞回 而且会不择手段 你自己留个心眼 没有问题吧 送了 等等等等 这合约书上是写要用私人的名义来购买我的专利授权啊 对 你买不了 不 对不起 你 你买得了 我不卖了 宋老什么意思啊 我那么有诚意 你居然出尔反尔 这不合适吧 出尔反尔的是你 东晨在新工作室开幕酒会上 你公开宣布过 要征集琉璃篆 作为未来新系列的主打 那为什么在签合同的时候 就变成卖给你私人呢 太明显了 补券是我转给你的 那到底是卖给我还是卖给东晨 你何必介意呢 我非常介意 要签只签给东晨 有区别吗 区别太大了 唐婉容是我的旧友 那东西是她最后留下来一点东西 我希望这一项 原本就属于她的专利 能够回归给东晨 不要落入一些野心家的手里 对不起 我不是在责怪你的野心啊 人有点野心是很正常的 我只是希望 能为唐婉容 做这么最后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只是为了赚钱的话 我把它拿到市场上去 代价而沽 钱很快就进来了 您说是吧 列薇 按送了的要求 把合同改了再现 是 董事长 小曹 孟总监 我想问一下 李董那边 关于琉璃钻的合同流程走完了吗 琉璃钻的合同 我没有接到这个合同啊 会不会是你们部门其他人在经手啊 有这个可能 比如类似于封存文件 都是有专门的人负责的 行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没事 来 怎么样 李仇然封存了所有的文件 现在什么都查不到 可是按照公司的正常流程 应该是可查可见的 他没有按照流程走 说明他没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和他想见的人 可他跟宋承宁见了不止一面了 唐婉容的琉璃钻核心技术 我看见过他操作的人 不超过三个 都有谁啊 我一个 从非一个 可是从非看了也白看 从非不是那样的人 那还有一个人是谁 唐婉容的独生女儿 白希宁 这就奇怪了 那你说 宋承为什么会有琉璃钻啊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 看来是时候该跟宋承见一面 行 那我这边 就继续盯着李主任的东西了 董事长 刚才我看到一点奇怪的事 什么事啊 我去找法务部的人 修改琉璃钻的合同 刚好听到 孟总监也在打听琉璃钻的合同 我没有叫他去打听啊 更奇怪的是 孟总监从法务部出来 很快一个人驾车出去了 就在他外出前十分钟左右 我们的林总经理 也一个人离开了公司 你是说他一脚踏两船 同时打听我们两个人的消息 董事长 我只是猜测 把我看到的都告诉您 好 我知道了 你出去吧 另一位 做得好 应该的 董事长 我说你们俩啊 谁给我撒把狗粮吧 明康 你要狗粮干吗 有两个人成天出双入对的 我要不吃把狗粮 我活不想去 你知道吗 我回家 刚好顺路 能送陆经理回去 再说了 现在也得小心一点 万一王婉东再来找麻烦可怎么办 喂 现在怎么那么流行 狗狗狗狗 狗狗狗的 一个加班狗 一个单身狗的 你知道这为什么吗 说明我们年轻人啊 活得连狗都不如 好 那等忙完这一阵 我给你们申请奖金 怎么样 就等你这句话呢 好 快鼓掌 你真的高兴啊 高兴 好 那行 咱们走 明康IGN拜拜 好 拜拜 奖金 拜拜 没问题 注意安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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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走 奖金 董事长 您找我 晓晓 明天上午 我要开一场新闻发布会 你帮我准备一下 董事长 是关于琉璃钻的发布会吗 进展得怎么样了 晓晓 你以前没那么多问题的 是这样 董事长 您用股份换取琉璃钻的事情 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各方面都很关注 已经有不少人打听到我这儿了 我现在实在是没法应付了 应付不了就不用应付 该说的话该透露的消息 我明天自然会透露 好的 董事长 那我马上就去处理